哈喽,只要继续往前走,推开门就是左边茶水间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左边茶水间第249集 对于大部分都生活在都市中的我们 可能因为生活忙碌,社交丰富 所以很少会感到孤单,感到孤独 我以前也经常觉得自己的日常很精彩,很丰富 从来都没有感受到什么叫做孤单,什么叫做寂寞 但是长大后的我,尤其是搬到国外生活之后 我才发现大人的孤独是那种没有人理解,甚至没有人在乎的感觉 尽管社交生活旺盛 可能都会因为你没有伴侣,没有聆听的对象 因而感到寂寞 因此呢,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 邀请到知名YouTuber米露来跟你分享 面对孤独和情感问题时 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样的信念或者是练习 来更加的了解与支持自己 米露是一位作家,一位YouTuber 她的频道主要在分享两性感情 星座和疗愈类型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呢,会用非常闲聊,很疗愈的风格 来和米露聊聊她过去呢,是如何从一位独立的制作文字工作者 到后来辗转开始自己的YouTube频道 她做市场定位的方式 以及呢,她看到观众普遍在面对感情 面对孤独时的问题 别忘了按下订阅键订阅这个节目 假设呢,你身边有朋友或者是重要的人 对于这个主题感兴趣 我也希望呢,你能够将这一集的节目分享给她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来宾,米露 今天呢,非常开心啊 能够邀请到YouTuber米露来到左边茶水间 我们今天要聊的议题呢,我自己觉得蛮特别 然后也是我们在茶水间里面比较少聊的软性议题 就是恋爱 其实我们真的蛮少聊恋爱的 不过因为呢,米露最近刚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一路练习,陪你成为自己的光 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可以邀请到她来聊聊这本书 里面的一些故事 我自己看了之后呢,觉得蛮有意思的是 因为我一直都不是一个特别在focus恋爱的人 可是我也是一个经常会收到朋友来问我感情问题的人 然后我在看这本书里面的时候 其实书里面就有很多案例 然后我想说,诶,这题我被问过 哦,那个案例我被问过 所以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是 今天不只会聊书里面的故事 其实也会聊聊米露她自己的历程 包含她过去的背景 还有她开始做YouTube的契机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欢迎米露 哈喽 哈喽,大家好,我是米露 很开心跟你跨国连线 那我觉得我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 最一开始我大学毕业的 不是正式工作,兼职工作 是音乐专栏作家 那个时候大概在22岁 还在念书的时候 透过学校学姐的介绍 我去那种超流杂志 我有一个自己的线上专栏 写的是华语的流行音乐 谁出了新专辑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方法去介绍 她的这个专辑的内容 那那个就是我最一开始接触 所谓个人媒体新媒体的方法 我可能卡到一个很好的位置 就在部落格还很盛行的年代里面 那我的部落格上面呢 就会有这些我专栏的内容 然后还有一些我自己感兴趣的 音乐的书写这样子 做的就还蛮顺利的 那几年最高的时候 我曾经手上有四个到五个的专栏 那有纸本杂志的 有网络的 有报纸的 文化取向 他要做那种流行文化研究的 其实都有 对可是到了二十六二十七岁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就遇到 就资本杂志整个要收起来 就收了非常非常多的专栏 我自己也觉得 这件事情是不是 到了一个瓶颈 因为认真来说 写专栏它终究是 一个字一块钱 一个字两块钱的事情 它始终是一个劳力跟时间的交换 然后它的最大的产量也有限 那后来也体认到说 我其实在唱片公司的眼里面 也不是那么的无可取代的 因为如果她是蔡依林 她不一定要我访 她还是有人看嘛 对啊 主体是蔡依林 不是我 那后来在 专栏一个一个收掉之后 2017-18年我开始 我知道YouTube 然后有人建议我拍YouTube 那那时候我就试着拍了 一开始我是做得很像 那种娱乐百分百 或者是完全娱乐 MTV那样子的内容 就是跟歌手玩一些小游戏啊 猜歌啊 快弄快打啊 等等的 因为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要做别的 就是音乐的内容 我该做什么 我是做这些东西 我记得我很挫折的是 那时候我可能就跟周星哲 然后我们做完之后 放在YouTube上面 放了几个月 然后看那个点月数 我想说 五六千 周星哲 我还能怎么样 就觉得说 那也不是我的问题 那也 就是来宾没问题 我觉得内容也没问题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 其实我也不知道 所以 后来 这个我的YouTube就没有在做 因为我觉得是 我抓不到方向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sample 也没有什么范例 没什么成就感 我还是想办法 想要转型 所以那时候我就锁定的是 韩国的流行音乐 那因为我不会韩文 完全零基础 我想说 可不可以一边去那边念书 然后一边透过 在台湾有了 唱片的关系 然后去那边 跟一些唱片公司联络 可以做那样子的 采访的角色 在那边这样 但 下一个思考 后来就变成 在那边念书的时候呢 就顺手拍一些 那边的好吃的东西啊 你要去那边留学 需要资讯啊 比方说你要学生签证啊 你要换钱啊 你要租房子啊 你要 或者是 六日去一些旅游景点 就随手拍起来 那没想到 这样子做的过程 YouTube的反应是非常好的 那有点算是我正视YouTube的 有一个基础的奠基 嗯 诶那为什么后面没有继续 就是从这种 比较生活旅游面下手呢 因为在那一阵子里面 其实我心里很拉扯 就是我并不觉得 我做那些旅游的内容 我是有花心思的 我是开心的 我不确定 我只觉得那个东西实用 但是 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很独特吗 那个东西只有我可以做吗 我并不觉得 嗯嗯 再加上我自己判断 我并没有办法做一个 这么外向的人 对 所以我后来 就慢慢的收缩 把这些旅游的东西 慢慢的淡化 其实最主要 真的开始经营感情 这一块 我觉得是 真的疫情爆发 大家出不去之后 我就是完全断掉 那一个我要拍旅游 这个想法跟念头 因为你真的也不能拍 所以活动范围是这样 那我要怎么样 继续我的内容 那是在一些跟朋友啊 跟其他同行聊天 聊了好多 我还牵我的铁粉们吃饭 问他们想看我讲什么东西 我记得有一次是 我跟我一个从小到大 认识事情的朋友在聊 我说那你觉得你喜欢看我讲什么 除了音乐之外 因为我不想 因为我累了 嗯哼哼 他就突然跟我说 诶 米露你记得你小时候 我都会找你讲电话 我都会跟你讲 很多很多 我遇到的事情 我跟我男朋友的问题 什么什么 我说我记得啊 怎么样 他说你有觉得 你很适合讲感情的东西吗 我说没有啊 我不觉得 我有什么独特的理解 我觉得我只在听你讲话 可是他说 你知道你可以听人讲话 是一个你很珍贵的特质 可能像都一样 你也有很多人跟你诉苦 但我们并不觉得 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的 对就是你在讲你的试炼 对我在听 然后我给你一个 我觉得所有的正常人 都会给你的答案 对 我被劈退了 怎么办 分手啊 为什么要分手 不然呢 就是类似这样子而已 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建设性 对 他说 可是我朋友就说 你分析的很有条理啊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可能看不到这些盲点 没有啊 他就约别人女生主义吃饭 这不就是盲点 可是我觉得他们只是去聊点 就是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这样子 那 对 他这样一讲 然后我就想到说 过去 我跟歌手访谈的经验里面 也很常有 唱片公司啊 经纪员啊 或歌手本人 就在结束了 访问之后 跟我说 你的访问很特别 有很多很多的话 我在其他地方是 没有想过 也不会讲出来的 然后有时候讲一讲 他们的这个经纪员会 在镜头外 不能再讲了 对 可是我没有感觉 对 然后后来就是把这两个 我觉得就是两个技能包吧 合在一起 然后他就成了一种 新的可能性 所以我的频道上面 有开始多了很多的访谈 那对我来说 只是以前是跟歌手 然后把它换成 可能YouTuber 然后身边的朋友 主题从音乐 换成了感情 然后换成了 星座 其实我频道上面 很多很多星座的影片 那对于我来说 那其实就像是 日常的聊天 只是我可以 我有办法 把这件事情 做一个比较有系统的 引导跟整理 然后加入一些 感情的提问 这样子 再到后来 最后才有了 我现在的样貌 就是所谓 着重在 感情的议题上 加上一些心理测验 或是我学习的 人类涂 塔罗牌等等的 这些工具 去帮助大家 厘清 帮助大家去 有更多角度 去看待自己的情感 跟真理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这段历程 其实蛮启发人心的 就是 也不是一路顺遂 也跌跌撞撞 然后花了一点时间 去摸索 那最后 怎么会找到 这样的一个题材 或有这样的灵感 其实也是来自于 很日常的 跟朋友的聊天 可是从中 你就挖掘了嘛 你就发现了 对我或许有 这些是 我自己没有发现的 但可能在他人眼中 是蛮特别的特质 然后因此 你也真的尝试了 也可以说是验证了 之后发现 对耶 的确 观众可能也蛮 蛮喜欢这样的风格 蛮吃这一套的 然后就一路这样子 开展下去 对 我在看你的新书的时候 我也觉得你是一个很 很有觉察力 可以说是很懂察言观色吧 很懂察言观色的人 观察力很敏锐 所以这本书里面 就像我最一开始提到的 其实你有很多案例跟故事 如果现在要请 就是作者本人 请你来介绍一下 你的这本新书 你会怎么样跟我们介绍 以及你觉得这本书里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 精华主軸 或者你自己最喜欢的部分呢 我会怎么介绍这本书 这本书叫做 一路练习陪你成为自己的光 有人说这本书很难读 读不下去 为什么难读 读一读会哭 然后有人会说 这是一本很理性 在剖析自己 近乎残忍的书籍 必须很冷静的 看待自己 跟反省自己 才有办法 写出这样的书 或读完这样的书 或者 有人说是佛书啊 就普渡众生 但蛮多人跟我说 为什么你愿意分享 自己这么多 还有你身边朋友的故事出来 因为这里当是一件 很私密的事情 但在我的想法里面 如果 我讲出来 可以帮助到更多一个人 在他难过的时候 有一些理解 我觉得对我来说 本身就是一种救赎 我会觉得原来 我的感受是真的 我会知道 我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 我不是孤单的人了 所以 我会觉得创作这本书 是在一个让 我这样子的人 找到同类 找到被理解的机会的 一个过程 如果我有这个能力 我可以把这些感受 细微的感受 说得那么清楚 可能世界上有很多人 需要我的文字 或我的影片 让他们知道 你不是唯一一个 这样想的人 这个一直是支持我 做所有事情的动力 那至于 里面有没有什么 最精华的一篇 我觉得就是 相信自己讲的话 有人听得懂吧 因为里面有一张 在讲说 其实我一直很害怕 我讲的事情 别人会听不懂 我之前会很习惯 把一件事情 解释得超级无敌清楚 但如果我没准备好 我就不敢讲 那我觉得这个不敢讲 就是害怕自己不被理解 但这本书就是一个 我练习的 相信自己的 这些细微的感受 是值得被阅读的 我值得书写的 有人会在乎的 有人会需要的 我相信自己的过程吧 所以它封面上写的是 一路练习 配你成为自己的光 其实我想真的想分享 就是我透过了这些事情 走到这边了 那也许这些 我的历程 我的思考 可以带给你一些想法 你也可以 你不用走到我这 但你用你自己的路径 你可以前进 你写这本书 大约花了多久的时间 三个礼拜 真的假的 对 但这个三个礼拜 是分配在一年里面的三个礼拜 但实际上作业的时间是三个礼拜 那写这本书 从一开始 下笔的那一刻到结束交稿的那一刻 大概是一年 其实一直没有什么很真实的感觉 我以为写书好像是一个 含辛辱苦的过程 但实际上它就是在Google Drive里面 开56个Word档 然后你把它填满 这件事就结束了 对啊 但的确有 这个过程有很多很多的 反思跟思考 很像自己陪自己在度过了一次 自己的人生历程 从小到大 爱过的 被爱过的 爱过没有在一起的 在一起分开的 把它分类整理 归纳 其实那时候最大的思考是 写书到底跟写IG贴文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困扰我 超级无敌久 我后来的理解是 写IG贴文比较像拍抖音 这样讲好像不太对 它是一个片段的资讯 写一篇贴文 它的起程转合 就只在这篇贴文里面结束 但是如果是一本书的话 它会有叫场的结束时间 它会比较像一部电影 然后要花更多的心思去 铺陈它的起程转合 然后要怎么样 让它的章节是合理的 因为片跟片之间 它是有连结 是有力量的 但通常我们在做贴文的时候 或拍YouTube影片的时候 并不会顾虑到这件事情 所以必须要更完整的去思考 它的前后呼应 上下左右 但有更多篇幅去讲清楚 自己想讲的事情 是我觉得写书最大的收获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练习 我也觉得 so far我的创作历程里面 并没有这样的机会 如果只当一个YouTuber的话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照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 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就是我的编辑也跟我说 你的文字写得很好 可是好像有一种专栏的感觉 然后我想说 什么意思 他就说 就是比较不像是书籍 像是专栏 然后我也是花了一点时间去理解 就跟你说的一样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练习 你不太有机会 会写这种 十万字的一个著作 跟我们聊聊其中的一些案例好了 就是我自己看了几篇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像是有一篇好像叫做 你很会谈恋爱 只是没发现 这篇好像是去讲到说 恋爱的本质是交友 不过我们要尽量放下 它好像里面是写 女人需要暂时放下工作脑 可以加强卸购这件事情 这个故事呢 是有一次 我认识的新朋友 算是一个女强人类型的创业 其实讲的 我觉得也蛮漂亮的 就是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这样讲的奇怪 就是这个人应该是 不会有这种 交友焦虑啊 恋爱焦虑的这个类型 遇到她的时候是刚好在 其他朋友办的那种录影 她揪了很多人这样 然后那个录影呢 明显就叫做是交友连移 但是我是YouTuber的身份区 我是要去体验 我是要去拍片的 但这个女生朋友呢 她是纯粹以 参与者的方式来参加 然后还跟我耳听密密说 你不要跟别人说 她实际上是在创业的 她是大老板 她叫我闭嘴 这些事情都不要讲 她想当一个正常的女性 参与这个 连移旅游 她想享受这个 看会不会真的认识一些新朋友 然后第二天 还是第三天晚上 就是灯光好气氛家 就是大家椅子架好 然后就是星空啊 啤酒啊 大家就是烤肉吃完了 要进入这个 各自聊天的活动的时候呢 我就默默坐在 因为我不行嘛 我没有办法去认识别人嘛 没有人会理我 我就默默坐在旁边 然后就在看星星 那我看到这个女生朋友 就是默默坐在 本来站在旁边 然后滑手机 就有一个男生 就是要靠近他 跟他聊天了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 就坐在旁边 这样看好戏 看到又发生什么事 那男生就说 对啊 就我是室内设计师啊 然后我那个女生朋友 就突然这个 脸色一变 就开启专业进来 她说哦 是哦 那我最近在找办公室耶 你有推荐什么室内设计师 还是什么好的地点吗 然后不不不不 就开始开启他的工作脑 然后我就明显看到 那个男设计师 一开始就是一个 就是很chill这样 然后他突然就 脑子开始运转 他就开始认真发挥他的专业 就开始分析说 现在选择A比较好 选择B比较好 C比较好 然后女生朋友就说 可是我觉得就是A方案 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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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怎么样 B方案怎么样 就是在开会了 会议状态 然后后来这个旅程结束后 就在车上聊天 我就说 为什么你跟那个男的 讲话的时候 你就马上就是 开始聊工作 他说 没有啊 我就只是单纯的在想 我可以聊什么 然后我就真的想到我最近有装潢办公室的需求 所以我就开始跟他聊了起来 然后我就想说 不是啊 可是你应该跟他调情 你知道吗 你就是 你不应该把这个宝贵的时间 拿来讨论你的新办公室 因为实际上你不需要啊 你真的有缺这个设计师吗 你没有啊 你也没有缺 有人帮你找什么办公空间或干嘛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聊天题目上面的选择 本身就有一点点小小的误会 然后其实上这个章节里面讲的就是 我时常身边遇到条件蛮好的女生 跟我讲说很难找到新对象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帮他分析说 哎为什么你可能遇不到 那是不是聊天的时候 出了一些什么问题 就是我觉得偶尔这个恋爱脑跟工作脑 是要区分开来 因为身为一个男生 如果肉依今天遇到我的时候 就开始问我说 那你如果你觉得实际上拍YouTube的时候 要做一些怎么样题材选择会比较对 男生会有一个本能是 不能输嘛 不能这个有损专业 因为当专业被 看起来没那么专业的时候 男性的魅力就会降低 所以我们会尽量的 脑袋开始高速运转 想帮你想一个整体的规划 然后想说跟你分享什么 可是当我们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 就不会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 让所谓别的事情就是 好好的看着你 跟你聊一些不着编辑的话题 然后试图有些自己接触什么 因为不会嘛 因为没有人在讲公事的时候会 做这些事情 它是两个分裂的事情 这个小小的经验就跟大家分享了 那书里面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这样子 身边的小故事 希望这些人都没有发现我在说他们 对 有你都有匿名 不过我觉得我挑这篇来聊 是因为我蛮有共鸣的 我身边有一些女生 其实男生也有 就是我现在来看会觉得 好像就是有种不会聊天的感觉 但他们其实很会聊吧 对吧 你认真跟他聊他很会 只是通常他们没有意识 你这个关掉 我觉得有一些人 他的情况会是说 他今天聊一个话题 然后那个话题 他可能自己很喜欢 所以他自己很起敬 然后对方当然也是会 那就一起聊 就是顺着嘛 所以就继续聊下去 不过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好像你聊的一个东西 可能太执着或者是太起敬 我不晓得这算不算工作脑 但是你可能就会放入那种 我告诉你 因为我有这个经验 然后我曾经这样子做 然后呢 怎样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就是一直用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觉得他就不会像是一个 他不是一种平等的对话 对 对啊 他分享很多 没错 可是他就没有那种 connection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很多人会这样 个人品牌正逐渐走向宝和与红海 如果现在来经营自媒体 究竟是否还有机会 应该要如何规划 才能避开陷阱 少走冤枉路 少花冤枉钱呢 你需要的是精准的成长攻略 更简单的来说 你需要的是一张 教你如何从零打造 具有变现能力的 个人品牌地图 邀请你呢 一起来参加我们的 线上免费课程 因为呢 想要设计一个成功且 有稳健 revenue model的自媒体 其实有几个 很重要的关键指标 是一定得达到的 那在这堂免费课程中呢 你将会获得一套 经过数百人验证过的 品牌规划法 通过建立正确的逻辑 并遵循roadmap的步骤顺序 你就能够建立出 具有变现能力的 个人品牌咯 想要报名免费课程 请直接在网址上输入 co.co-byl-mini 或者呢 回到podcast资讯栏里 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连结 让我们一起学习 品牌规划的正确逻辑 找到更适合你的成长策略 我最近在 我在写一个脚本 我想讲一个题目叫做 我们是队友 其实这是一直谈恋爱的时候 非常需要的激素 我觉得 比方说我们今天在酒吧 我们在玩飞镖 如果这个女的一直在 教我怎么把飞镖丢得好 我并不会觉得她很帅吧 对可能不会 不可能 我也不会对她感兴趣 就是说我这个女的 真的很会玩飞镖 可是又怎么样 但实际上我们真的会 跟一个人有connection的时候 是我们要一起 赢过你们那一对 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们有一起奋斗 然后就 啊我们在讨论 我们要怎么样 一起做一个怎么样的事情 那个才是真的在 前几次见面 或你们在暧昧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 哇我跟这个人有连结 我们有connection 我们有对话 我们有互动 而不是你好像教练 你知道 我告诉你 就是你要这样做 这样做 这样做 你就可以赢得这游戏 那不好玩啊 我不想要做这件事情啊 我们是要一起去 好像打怪或者干嘛的 嗯 我觉得就是 平等共享的这种感觉 你在聊这个时候 让我想到你书里 有另外 有另外一个章节是在聊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想要改变对方 就是我一定能够改变他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其实一直都对于 这个想法是非常 排斥的 可是一定在一个感情当中 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就是像我另外一半 他可能东西都乱丢 就是他东西乱丢 然后他又忘记自己放他 然后每次都出门 我都必须要等他 就他是男生 然后他都是让我等的那个 因为找不到钥匙 找不到钱包 找不到什么太阳眼镜 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要 我不能说是改变他 可是你知道生活中 就是会有这种事情 你会觉得你影响到我 对不对 你影响到我嘛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整个 生活的习惯啊 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个 哪个东西应该要放哪 这样的一个system 然后他就曾经问过说 你有你是不是试图想要改变我 我就说 我觉得不是 我喜欢你这样子 就是你有的时候 丢三落四的 老实说我也觉得 挺可爱的 你看你就没有想改变他 因为你觉得很可爱啊 就是他傻乎乎的 可是还是影响到我 而赶着出门了 然后每次东西都忘记 不然就是什么耳机 放在那个口袋里面 不小心放到洗衣机里洗 然后又坏掉 又要买新的 那又要花钱 就是这是一个team 就像你说的 这是一个家里的事情 所以我没有想要改变 可是你影响到我了 然后你在书里面 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是聊到这件事情 比较不一样一点 但是我先回应你刚刚讲的事情 因为我也是属于那种 基督会丢三落四的人 但我会希望 不管是你是我爸我妈 还是你是我另一半 我会觉得丢三落四 其实我很想改 但是我真的没办法 我会希望 你真的是物理上 跟心理上都接受这件事情 比方说 如果我真的耳机 丢到洗衣机里面弄坏了 我愿意跟你说对不起 我愿意我自己去买一副新的 那如果我帮你洗衣服 就是我没有帮你掏口袋的话 我也会跟你说对不起 我也会帮你买新的 就是我愿意去补偿这件事情 但是我真的有些事情 就是会忘记 我也希望你可以理解 就是这一张啦 然后以及我个人现在理解 就是想法会是说 如果真的有一些行为模式 就是这样子 那我也不想影响到你 但是我希望你接受 但对我来说 这个是我的人生已经是这样 我希望你接受 但是我也想要你知道 我没有想影响你 所以如果我今天真的出门 忘记带钥匙 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就你先去 我会想办法回家拿碗 再跟你去到那个地方 这样子 我觉得的确也是 这是一种很可爱彼此接受的方法 的确是的确是 我当然我跟我先生相处是不错啦 不过在聊到这篇章节的时候 我就觉得 其实蛮多人一定是在生活上面 有类似的经历 我觉得像我跟他的案例 有点像你这样子 就是若他出门忘记带钥匙 我人又刚好在外面 我会直接跟他讲说 我没有我不要回去帮你开门 你自己想办法你来 对啊我会自己解决吗 对你来咖啡厅找我拿要素 不要回家帮你开 不过我们的调试方式可能是这样子 但有一些人他可能是 就是说他正要进入个关系吧 所以他开始可能现在是暧昧 然后他发现对方说 有这些特质 我觉得一开始你在热恋期的时候 很多东西你都会觉得他是可爱的 然后我是喜欢的 所以我可以接受 我也可以让步 我觉得应该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知道 彼此之间就是什么样的点是 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忍受 这件事呢 我认为啦 我们就把它讲大一点 就你们今天要结婚好了 我们就反正这样设定吧 进入关系其实跟进入婚姻 其实差不多的事情嘛 那套在我一定能改变他 这种事情上 我们讲一个最直接最坦白的 如果男生的兴趣需求下就是很大 女生就是完全没有兴趣需求 这两个人硬要结婚 其中一方抱持着 我一定能改变他这种概念 那他们彼此一定会很痛苦啊 那我会觉得 为什么你一定要 踩的这种 明明这是生理需求 两个人都不可能改变的事情 那偏偏你要选择 对这件事抱持希望 好像就是结婚是失了某一种 哈利波特的变形咒 他就能从物理上改变一个人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 可是你不会觉得两个人或许都能 找到一个中间值吗 就女生是多一点 男生少一点 也许它是一种希望 或者是某一种条件的满足 但这件事情就变成 你必须要去判断 这个人愿意为你 为这份爱尽多少的努力 你没有一定要改变他 你可能可以改变他 但如果也许不行的话 我还是愿意跟他结婚 我觉得这才是结婚的条件 也许不行 还是能接受吗 最近我看到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趣 他说男生跟女生在一起 都希望女生在一起之后 永远都不会变 女生跟男生在一起之后 就希望男生会变一个样子 是这样吗 无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很有趣 因为这两句话明显在暗奉 男生期待女生外表不要改变 然后女生会期待 男生的某一些坏习惯 可以被改掉 所以我觉得这两句话很有趣 那你觉得 你其实做感情议题到现在 也算超过两年的时间了 你有没有觉得普遍观察 最常见 你很多读者投书这样的议题吗 就是最常见的问题 你觉得是什么呢 哦 米露 我跟这个男生没有在一起 但这个男生做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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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喜欢我 这个是我非常非常不喜欢 怎么会来问你啊 对我不喜欢也不想也没有能力 我也不会通你 我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答案 我也没办法回答你 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我自己会觉得这个是一种 没办法去判断 一个异性 何谓喜欢或不喜欢 他没有这个能力 或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吧 对 然后第二层可能是 其实我会说的就是对于自己 没有足够的自信 因为在我的理解里面 我会觉得 今天你喜不喜欢我 不代表跟我喜不喜欢你是两件事情 为什么我需要先确定 你喜不喜欢我 我再也决定我要不要喜欢你 这对我来说很不合理 我也没有办法理解 我只能尝试去理解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其实就变老生常谈 就会变成需要用很多的篇幅 去理解他或笑话他 就是你 你该怎么爱自己 你为什么不爱自己 你为什么不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但 我还在试图找到一个最佳的方法 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还在努力一种 但我希望这本书有做到一些些这样子的功能 但我不确定 是的确希望如果说听众感兴趣的话 我们今天呢再聊的这本书叫做 一路练习 陪你成为自己的光 其实书里面有蛮多的故事 包含我们刚才聊到的 能不能够拿下工作的脑袋 或者是到底要不要放下可以改变对方这样子的想法 以及 对方到底是喜欢我的吗 还是 我有没有办法跟他更进一步呢 对 就是各式各样 你可能现在有在困扰的恋爱问题 或许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到解答 对 如果说现在的听众他可能单身 然后很期待要进入一段关系 你会怎么样建议现阶段的他去做准备呢 因为就我听起来我觉得 你好像的确是会非常鼓励 大家都多练习 认识自己 练习谈恋爱 对啊 练习谈恋爱 认识自己 相信自己 这方面来说 就是说起来是这样 实际做起来是什么事情呢 我认为 第一点最重要的是 你先确定 你到底有没有时间去谈恋爱 然后 这个人值不值得你花时间 跟他谈恋爱 因为实在有太多太多人 说 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我谈不了恋爱是因为我很忙 那如果你真的遇到眼前这个对象 他不足以让你舍弃掉你 或压缩你工作的时间 去陪这个男生看一场电影 那你就不要跟他谈恋爱 因为他不值得 因为他不够好 因为你觉得 陪他吃一顿饭 你不如回家看三集的Netflix 那你就不要跟他谈恋爱 因为他不够好 衡量自己愿不愿意花时间 在这个对象上面 会比你用 冲动跟不理智的去 帮这个男的打勾勾说 那他长得还不错啊 工作也可以啊 好像还OK 为什么不试试看 你不用试试看啊 你就直接想说你到底愿不愿意在你 累了要死的 这个忙碌的日常生活里面 挤出三个小时去跟他约会 如果你愿意 然后你觉得很快乐 你就会很值得的话 那你就去嘛 然后再来第二个想法是 其实我觉得现在 有工作 有自己理想 有自己目标的人 其实在找另一半的时候 是想办法找到一个 最舒服 也最没有成本 可以融入我的生活步调的那一半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 然后我可以很舒服 我没有任何的勉强 我就可以跟这个人 拥有同样一个有趣的生活轨迹 那是最棒的状态 像我是完全不做户外运动的人 你要我去爬山啊 冲浪啊 干嘛 我会很想死 我做不到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 我放松的方式就是 我可能在家看书 看剧 去看展览 听音乐 看演唱会 去酒吧 干嘛的 那我就不可能 就算你是正在超好 然后你体态超好 就还是需要有share interest 对啊 因为我不可能 花我宝贵的时间 然后就跟你爬山 然后回来我腰酸背痛 我可能不能工作 对我来说就是 虽然我很喜欢你 但我们就 没有重叠啊 就会过得很痛苦啊 所以这个 我觉得是一个蛮实际 然后非常有效的方法 你要回家看剧 还是要跟他出去约会 选一个 如果你可以的话 那你就 对啊 那很好 他是对的对象 这个够吗 够 可以吗 可以 所以也给听众参考 我们就是先盘点时间 评估时间 然后再评估 有没有共同兴趣吧 然后 你是晕了 还是真的想谈恋爱 这我不知道 这个可能就比较难判断了 就是大家平常多多冥想啊 自由书写 也许都有帮助哦 好 如果说呢 听众对于这本书感兴趣 我相信呢 在各大书店 或者是相关的电子商城 或回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面 都找得到相关的连结 今天呢 非常谢谢米露 跟你聊得非常的开心 我现在呢 要来问你 最后一个问题 你认为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呢 我可以自在地付出我的爱 而且我没有任何的压力 跟任何的焦虑 会不会很抽象啊 那你觉得 你现在在过着你的理想生活吗 我正在往那个方向前进 但我不知道 我到了没 到了就会知道了 好 非常谢谢你今天宝贵的时间 也期待到时候在台湾见 祝你新书大卖 祝你一切顺利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这一集的内容呢 我觉得比较悠闲一点 所以架构比较松散 因此呢 我们这一集就破例不做重点整理 事实上呢 我觉得这些内容 或许也不适合做重点整理 我其实很认同米露说的 认识自己 相信自己 都是一段经历 一段过程 她并不是说 哦 画上重点金句 看过之后呢 就会有所体悟 这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发现 需要一点精力 甚至是一些人生的历练 才能够去真正的发酵 还有体悟其中的道理 在我的生命中呢 我也遇过许多 每一件事情呢 都需要准备好 无法应对 突如其来的考验的人 那米露提到呢 她自己过去也是这样的人 如果没有准备好 就不敢讲 不敢表达 怕自己的表达不够完善 怕自己陈述的内容 有所遗漏 不够完整 那米露呢 透过自我探索 发现呢 她害怕自己被误会 不被理解 而这一切的根源呢 都来自于她害怕孤独 因此呢 她花了一段时间 去练习相信自己 相信有人会懂 有人会在乎 有人会需要 那我也觉得 那我也觉得 这真的就是一种 相信自己的过程 例如说 我以前也真的是一个 凡事呢 都很喜欢 计划到超缜密的人 但是过了几年 我也开始在想说 计划这么完善 究竟是因为 这样真的 比较轻松 比较有效率 还是是因为 没有把握 自己真的可以 handle得住 不确定 所带来的那种 不适感 答案呢 或许是 一半一半 有的人会说 不确定 所带来的不舒服 不就是要 尽可能的想办法 避免跟减少吗 但是换个角度想 或许这种 不确定 所带来的不舒服 更是我们需要 去面对 迎接 和拥抱的 这一切呢 我觉得都是 学会去相信自己的 一个判断的过程 那现在的我呢 也更加的有弹性 我在想 可能也是因为 我更加的相信 自己能够 做出合适的判断 这不一定是 最正确的判断 但是呢 这是当下的我 认为最合适的判断 而也许呢 这样就足够了 现在呢 我要来阅读 我们今天的听众留言 今天的听众是 迪丽亚苏苏 她写说 真正引发思考的力量 给了五颗星 我是一位 理工领域的研究所学生 很高兴在实验室 生活的时间以外 也可以接触到 这么real的音频节目 每次Zoe问来宾问题后 我都深深赞叹 Zoe好会问问题 也毫不犹豫的问 完全呢 是为听众谋福利 深深挖掘来宾 希望自己呢 也可以以自己的专业领域 作为内容创作的主轴 来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也希望Zoe 多邀请几位 工程师背景的来宾 例如之前的雷咪 非常感谢Diella的留言 哇看到你流的 这么的丰富 我真的非常的感谢 也可以跟你预告一下 近期呢 我也会再一次 腰房 雷咪 就是上我们的节目 做第二次的访谈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 那假设呢 你听完今天这一集的节目 觉得呢 有带给你一些收获 一些启发的话 我也希望你呢 可以帮我到 Apple Podcast上面 打心 评分 还有留言 我希望你可以为这个节目 留下五颗心的评价 并且告诉我呢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 是哪一集的内容 这对我来说呢 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别忘了订阅这个节目 然后把这个节目呢 分享给身边 你认为会有需要的人 或者是你认为很重要的人 假设呢 你还有任何想要听的 其他主题 或者想要我邀请的来宾 你也可以呢 到我的Instagram上面的 精选动态 找到许愿池的这个选项 并且呢 在上面留下你的想法 假设你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呢 也欢迎你回到我的网站 或者是IG上面找我 我的网站网址呢 和IG的账号一样 是zoyk.co 你可以截图这一集的节目 并且分享到你的IG 限动上面 Tag我 让我知道你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 有什么样的想法 有什么样的启发 最后的最后呢 我知道你是非常忙碌的 我也知道呢 你可以选择去做很多很多 其他的事情 但是呢 你却选择来收听这一集的节目 而且还听到最后 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 现在呢 我也想要花一点时间跟你说 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 你有权力 也有能力 去过你真正热爱的人生 我们下次见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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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